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生命都在生死的轮回中受苦 对此 我们应该生起无常感与处理心 更进一步地以此为缘 对一切友情生起大慈悲心 适度友情 该如何帮助众生呢? 臣佛 唯有充实自己 视镇无上菩提 才能圆满自立立他的大恨 也只有圆满的佛 才能确实地立一种身 当我们每天一起床时 就要观想 我即将步入诸佛的净土 背负起菩萨利益众生的大人 佛法所讲的平等观 就是要将古着恶事 转化为诸佛的清静世界 尽量以此静观 看待身边周遭的一切 人 事 物 使心助于静观 将有助于我们性灵的成长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 当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以服务众生 利益众生 为动机时 我们的工作就成为菩萨的工作 是为众生而做的工作 从菩萨利他的深度 与广度而言 我们根本无法分别行业的贵贱 因为一切皆取于动机 动机不同 所看到的世界也就不同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利益终身 就应该确实观照 般若妙智 一切物质与精神等诸法 皆是无常的本质 没有一法例外 当我们 打破对于诸法 执着的心态时 我们的心信将会得到舒展 悲心也将更一步的增长 而对于一切众生的关爱 也才会更加的坚固与不退 有利益于他人的事情 我们就必须去做 有利益于众生的言语 我们就必须去说 怀之善心 一切都以善良为出发点 不要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 及言语 让自己成为佛陀在人间的 亲善大使 服务众生 劝尽行者的工作 才是我们生命动力的来源 大乘菩萨的愿力 是无有边际与限量的 在这个有穷尽的大悲愿力之中 我们不断地实践 普贤菩萨的大恨愿力 利益众生 劝法大心 作为一名菩萨 我们应该多行三种不施 饶益众生 多行财不施 受用决定 永不缺乏 多行法不施 智慧决定增长 坚固 多行无畏施 永世常得健康长寿 因此 多行不施 利益有勤 其实 也即是在圆满自他 回馈自己 佛教的意义是什么 佛教的意义是 只要众生 世界 及社会 需要什么 菩萨 就学习什么 以种种善巧方便 利益众生 引导众生 同入正觉 所以 突破个人的强烈我指 才可能成就诸佛菩萨的伟大神秘 与丰富内容 每一尊佛 及其名号 都象征我们 凡夫 最完美的 那一面 当我们 向佛陀 虔诚礼拜时 就是代表我们 降服自己的 傲慢 欲望 与无名 透过礼拜 来降服我们的烦恼性 进而 使我们的佛性显现 成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 利益众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 众生太苦 我们 要深刻地体会 我与众生 同在轮回当中 流转生死 受无量苦的困解 而今 有幸听闻佛宝 吃苦 断疾 默灭 修道 但尚有许多众生 仍不知 四地圣法 不知 有佛道可成 我们 应该担起 利益众生的大任 精进 修道 奉献 神心 这六字大名咒 就是诸佛 卑智力量的慧己 能 度脱众生 得身净土 能令一切人 诸根亲戚 能使一切菩萨 圆满六度 波罗蜜 此咒 更能交习 众生三度 并且 发展 每一友情的 大悲心 四 六字大名咒 是能改变自心 也能 地义众生的 最上方便 大乘佛教的修学 从一开始 就要有利益众生的动机 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之后 就开始专注于 佛法的文思修 最后 更要将修行的一切功德 回向法界 一切如母众生 如此 潜行伐心 正行修持 结行回向 就是菩萨自立立他的 三大原则 内心随时保持平和 让心极尽 清安与喜悦 保持清明的智慧绝照 实施心怀感恩的态度 善待万事万苦 并且尽量以物力 体力与智力 奉献自我 服务周真 这就是实践菩萨之行 当我们懂得 接受无常的变化之后 反而 会更加积极与用心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 我们更要把握当下 把握生命 把握时间 把握每一次 可以奉献身心 利益众生的机会 不要 再将时间 浪费在 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 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有机会 对单一 或者多位的生命服务 那就应该 要尽心尽力 完成这项利益之行 因为 能够服务他人的机会 不是随时可得 而佛弟子们 生命的目的 就是为了 要对其他友情 有所贡献 利益 一切崇称 一心造实法界 所以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随时保持 再与菩萨道相应的频率 千万不要 让心掉入 生死轮回 相应的情境 我们 要学习 掌控自己的心 而掌控心的 最好方法 莫过于 平时的念佛 赌经 持咒 过禅修了 佛陀 最重要的 教导是 不管 我们 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 为自己的 利益着想 而是 要以众生的 利益 为优先 因为 我们的 发心正确 不为自己 但为他人 就能够超越 自身的 执着 与束缚 而获得 绝对的 清安 与自在 执念 陀罗尼 就是 保护 我们的心 陀罗尼 就是 将 诸佛菩萨 圆满的功德 融入于 我们的心中 诸佛菩萨 向他们 所累积的功德 汇聚成 陀罗尼 毫无保留地 回向于 一切终身 只要 肯打开 自己的心 持念 唯妙的 陀罗尼咒 就能 将 诸佛的 圣爱 与 妙志 灌入 我们的 心中 请将 焦点 从自身 转移到 其他 众生 学习 自他的 交换 只为自己 是痛苦的 来源 为一切 众生 才是幸福 与快乐的 全员 将对自己的 关心 转化成 对众生的 关怀 培养 无私的 奉献心态 就是 开拓 我们的生命 请立即 展开 自卑 展开 生命的 力量 调伏 我之的 负面 能量 咒 是诸佛的 心 也是 诸法门的 总使 持咒 为大乘 佛教的 修行法门 所以 当我们在 持咒时 应该以 愿一切众生 同占利益的 远心 来持咒 当我们 能以这样的 动机持咒 其所得的 感应 将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 应该高举 利他的 胜利旗帜 战胜 一切对 请不吝点赞